今天不是你是女查的話 你在路邊找路邊應該打的 他說我要被打 所以說七八平平就會打下去是不是 證明他有犯罪的證詞而已 銀色轎車圍停被拖掉 車主和遠景當街吵了起來 最一定要依法就犯 刑法徑305條恐怕違案罪 而且還不只砸一次 這個磁磚油快一吋後砸裂了 人工製造的器械物 法律上叫做凶器 原來車輛围停要被拖走 車主看到愛車被拖掉 趕緊追上來理論 最後確定要被拖走 下一秒車主拿了磁磚當場砸車 沒想到遠景更暴走 連同僚也遭殃 你不是砸 但是你在我面前砸 你在市場強暴脅迫的暴力 好啊 都你講 可能會當警察的奇怪了 還是你沒覺得這個要上新聞 資源警力這麼慢 民眾相當傻眼 原來這名警察就是日前 在網路上指控 松山分局高階警官企圖 關說脫掉 鬧上新聞版面的陳姓圓警 不好意思喔 我是指援啦 我不要料請 我跟你講啦 大哥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行政局 兩線制科長都給我扶著 我知道 你這樣子要害我被半貪污制作的條例 陳姓圓警在7歲嘉應員特考班技業 曾經在中和交通分隊服務 舊場爆發類似衝突 剛被調來新店買個月 還是接連引罵正義 與民眾應對境內上情緒控管是欠佳 所以我們暫時就是調整他工作性質 地線員警面對民眾執法不斷失控 最後被調去值班台處理內勤 EQ還得好好加強訓練 借楊中盛蕭惟山新北市採訪報導